欢迎收看每日焦点新闻 美国财长耶伦访问赞比亚期间 接受传媒的访问时讲 重组当地债务至关重要 赞比亚的主要债权人是中国 他早前和中方进行坦诚的会谈之后 相信赞比亚的债务问题可以取得进展 中国是赞比亚最大的双边债权国 根据赞比亚的政府资料 截至前年的年底 当地债务为172亿7千万美元 约三分之一是来自中国 中国驻赞比亚市管发言人 回应耶伦的言论时指出 美方在美国以外的债务问题上 能够作出最大的贡献 就是联储局采取负责任的货币政策 处理好自身的债务 和停止破坏其他主权国家 积极解决债务问题的努力 南航据报正是加紧研发高超音速导弹 并可能在明年试射 航卵社引述军方和军工业界的消息报道 军方计划在今年下半年组装 空对地高超音速导弹 明年进行撕射 南韩国防部曾经在工作报告里面 提出加强打击不航核武 以及大规模杀伤武器能力的方案 包括关于高超音速飞行器 推进技术和外形设计的研究 报道指这项的研究核心是确保空对地 高超音速导弹的核心技术 欧盟成员国外长在布鲁塞尔开会后同意 在乌克兰提供一笔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以及另一笔价值4500万欧元的非致命性装备 用于欧盟对乌克兰的军事训练任务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俄罗斯并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 但是西方拒绝谈判的时间越长 乌克兰的局势就会越复杂 他透露西方曾经直接向乌克兰表示 和俄罗斯的谈判仍为时间过早 拉夫罗夫又表示 俄罗斯不反对对乌克兰局势的调解 问题是乌克兰对谈判不敢兴趣 一枚报道指日本经济发展长期停滞 可能最早就会在2023年被德国超越 从而跌至世界第四位 详情究竟是怎样? 我们一起和巴士的谈判的评论员Jackie聊聊 Jackie你好 你好 根据日本《产经新闻》23号的报道 日本名义的国内GDP 简称Nominal GDP 排在美国、中国之后 位于世界第三位 但由于经济发展长期停滞 可能最快会在2023年被德国超越 跌至世界第四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 2022年的名义GDP 预测值排第三位的日本 去到2023年的名义GDP 即是得回4.3006万亿美元 而德国就可能会去到4.311万亿美元 根据IMF的预测 即使日本在2023年 去到2027年能够勉强避免被超前 但去到2023年的日德两国的GDP 差距只得回大约6.7%左右 专家警告说 如果不采取刺激经济政策 以及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以及国际竞争力 日本的GDP很快就会被德国超越 用在国际上比较经济规模的名义GDP 是在国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附加值的总压 和匹别物价变动影响的实际GDP来说 是更接近经济的实际情况 根据报道 日本的名义GDP 在196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超过西德 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第二大国 但去到2010年被中国超越,排名跌到第三位 日本财务省19日的消息说到 由于日元的大幅下跌 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 推升进口成本 抵消了新冠疫情影响减弱 带来的出口增长 2022年日本贸易的逆差达19.97万亿日元 创下了40年来的最高纪录 日本时报报道说 创纪录的贸易差突显了资源困乏的 日本经济的脆弱性 该国不得不依靠进口去满足国内的需求 日元大幅贬值削减了国家的财富 加剧了日本的经济问题 2022年以来 美国等西方经济体应对通胀压力不断加息 而日本央行受困于国内的需求疲乏 经济复苏份力一直都坚持着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这个背景下日元汇率大幅下跌 成为去年全球表现最差的主要货币之一 德国统计局公布 经调整价格后 2022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实质性上升了1.9% 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声明说 儘管遭遇到很多挑战 德国经济2022年仍然实现复苏 与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相比增加了0.7% 数据显示,2022年德国服务业和制造业实现了增长 但建筑业受到原材料和熟练的劳动力的下跌 建筑成本高昂等因素而出现下滑 2022年德国国人消费支出增长4.6% 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支撑作用 政府增长增加了1.1% 经价格的调整过后 2022年德国商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比上年 分别增长了3.2%和6.7% 谢谢Jackie 香港和内地免检疫通关至今两个多星期 行政会议成员、经文联立法会议员林建峰说 希望两地全面通关越快越好 但要视乎疫情 如本港的新冠确诊数字降至每日1至2000宗的水平 疫情持续稳定 当局可以在农历年假期之后 和内地检视能不能全面通关 对于恢复有罪通关后 暂未见有大量的内地旅客来到香港 林建峰认为不少的内地人在新年前已经定下了节目 相信假期之后会陆续来到香港旅游 他又认为香港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没有退减 反而有所增减 例如在文化方面增设了故宫和M家博物馆之后 香港已非文化沙漠 加上主题公园、绿色旅游、餐饮等等各方面 相信只会吸引更多的旅客来到香港 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将于在下个月的22日发表 行政会议成员、经文联立法会议员林建峰认为要搞活经济 建议政府采用组合权 包括再次派发电子消费券 退税为中小企提供免息贷款 以及再推补就业计划 林建峰说 现时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协助社会在未来几个月复苏 相信无论派发多少钱的消费券 都可以振兴消费市场 另外他希望政府可以再为企业提供援助 协助他们渡过难关 整体对香港有利 相信一、两年后就会有回报 并问到政府或面临千亿财尺 派发消费券等措施 会不会令政府的财政面临压力 林建峰建议 政府可以透过发财形式集资 加上目前拥有丰厚的财政储备 相信发财的问题不大 每日焦点新闻讲到这里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 台湾 下期再见